記憶 記憶 記憶其實很有趣 它其實有點像維基百科 它是可以 它記憶其實是可以被更改 被建構 它其實有可說性的 所以我剛才說像維基百科是 你自己可以去別人寫 其實別人也可以 所以當別人告訴你 帶有情緒的告訴你 很多細節你就有可能會想 所以整個記憶其實是 建在 忘記遺忘的上面 所以它同時也顯現了 記憶跟語言之間的結構的問題 然後我試的透過 一位演員去演繹裡面 告訴我們的 精神疾病的特徵 去描繪 那個系統所給予我們的 框架究竟是什麼 對所以 當大家看到這個作品的時候 滿常會問說 那究竟它是演出的 或者是它 其實它是真實的精神病患 的行為的模式嗎 我就會讓大家去 讓大家去 有點強迫式去想 他們潛意識裡 對於精神病患的那個 刻板印象究竟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當中 也有一個很巧妙的部分 是因為 整個創作過程中 訪問了一些 精神病患 他們其實 常常會告訴我 他們其實 無時無刻都在演出 為了要迎合這個社會 他們需要演得正常 所以我覺得這當中 有一個真實演出跟 實際的那個狀況的 那個關係 我覺得這個關係 是很有趣的